馬克思強調,未來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很簡單一件事,作為劉曉波的太太劉霞 作為一個弱質女子,她沒有犯任何罪 為何你不讓她自由出國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期紅出國主義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期的主題是說馬克思誕生200周年 今年的5月5日,作為著名思想家、理論家 馬克思誕生200周年 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大家是不萌生的 因為1917年之後的蘇聯 二次大戰之後的東歐國家 1949年之後的中國等等 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國教 到今時今日來說,世界上還有中國、越南、古巴、魯窩 這四個國家在他們的憲法裏 去講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今次馬克思誕生200周年,北京隆重集會 習近平總書記也發表了長篇講話 馬克思作為一個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一個理論家 可以說是在八家爭鳴當中很重要的一家 馬克思以天下為己任 探索為人類謀解放的理論 這種情懷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他的理論勇氣、他的探索精神來說 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但是馬克思畢竟是200年前誕生的人 他30歲的時候 和因亞斯一起發表了共產黨宣言 到今時今日,一百七十周年 我覺得中共既然隆重紀念馬克思200周年 其實有很多艱鉅的工作 執政黨是要做的 因為馬克思主義裡面 有幾樣東西值得我們去反思 第一個就是他在共產黨宣言裡面提到 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就是消滅私有制 消滅私有制和現在改革開放的現實 就有矛盾了 改革者就是說 在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實行純之有純的公有制 甚至乎連賣菜的檔口 賣水果、賣雜貨的那些都納入了國營商店 農民養多兩日雞 養多豆豬仔 都叫做私有制的尾巴要割 寧要社會主義的滅草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那時候就是這樣去 將私有制看作是洪水猛獸 結果國家搞到一窮二白 人民裡面激寒交逼 甚至乎發生大饑荒 餓死三四千萬人 直到改革開放開始 就由單純的純之有純的一大義工 變為私營企業 中外合資企業 股份制、集體所有制等等 多種的經濟成分 這個私有制裡面 就得到很大的發展 甚至乎現在全中國67%的就業人口 都是由私營企業撐起來 例如寧波那些城市 整個市的GDP 90%多都是由私營企業 私有制那些撐起來 所以開放呢 開放就是對港澳台 歐美日這些資本開放 這些進來的時候 他們也是私營企業 私有制 而且港澳台 歐美日這些 本身就是私有制 就是他們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基石 所以現實就是 我們的港澳開放 跟馬克思所說的消滅私有制 是有很大的落差 這怎麼令人去化解當中的疑惑呢 就是這樣 比如1848年馬克思 所發表的共產黨書 最後一句說話就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但是在現實方面來說 你看一下 作為共產黨 應該是無產階級 戰鬥的先鋒隊組織 他們的領導幹部也應該是無產階級 但是正如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兒子羅宇所說的 現在是全黨皆赴 無官一貪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 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去代表無產階級呢 另外北京市就將無產者定性為低端人口 加以驅逐 馬克思叫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你就將這些無產者驅逐出去 這是莫大的諷刺 所以我覺得我們紀念馬克思的時候 也要好好解決這些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矛盾 還有馬克思主義有些好的事情 例如馬克思強調 未來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很簡單一件事 作為劉曉波的太太 劉霞作為一個弱質女子 她沒有犯任何罪 為何你不讓她自由出國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紀念馬克思 你去弘揚馬克思主義過程當中 要解決這些理論和實踐之間的 不一致不協調的矛盾 這樣我們國家才能夠真真正正 與時俱進 將改革開放推向健康的發展 多謝各位